英超第四輪,曼聯主場對熱刺 這場都是很多球迷想看 其實一開始我都沒有想做 因為曼聯出現的問題,這幾季已經講過無數次 今次只是剛好所有問題一起出現 加上打少一人沒有改善過 不過確需要為比數留下一點印記 快手快腳在第五輪開球前做好這條片 所以這條片主要只是講回曼聯防守問題 比較少講熱刺 而曼聯防守問題亦不太關打少一人的事 而最後竟然有解決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Soucicca也是用回勝利11人,沒什麼特別 繼續用回Matic相信想作主動用控球控制比賽 因為熱刺要打歐巴外圍賽 賽程比曼聯更密 曼聯體能上理應佔優勢 而熱刺的Morreno亦繼續4-3-3 作客對舊東加大戰當前 都不會收起太多主力 Soucicca賽程說有傷最後又正選 都是Morreno慣用的手法 簡利前鋒會經常回後拿球,拉走中堅 南美拉及Soucicca再走入中堅空位 其他我們落場看看曼聯如何失手 說就講防守,但都講少少進攻 忍不住 當時是界外球攻勢 曼聯三個攻擊主力都集中在一起 其中包括打正前鋒的Mazia 都是離開中間正前鋒位置 為的就是想做一些小配合 通常都是快腳的1-2 拿球那個在禁區外的位置 另一個在人群之中做支點 傳給支點後走位 支點吸引到後衛注意後 再即刻彈給他 這樣在人群中一彈一走 過程是很快的 後衛萬半步都很容易踢到腳尾 所以Mazia和福仔為何那麼喜歡走出禁區 就是這個原因 他們想拿球一彈一走入禁區 再射 一開球曼聯領先一球 但原來才是惡夢的開始 曼聯採用高位防守 風扇4個攻擊球員 站位是明顯偏高 傳到戴雅腳下時 Mazia嘗試狐線走位封鎖戴雅右邊傳球選擇 Buno選擇迫向中場尼當比利 令戴雅只能向左閘列基隆傳 然後雲比Saka和格連活特利用邊線 一起向列基隆施加壓力 但雲比Saka距離太遠 未能對列基隆造成壓力 列基隆向前傳成功傳到給左翼孫興文 但大家可以見到中堅敗利需要到邊線防止宣興文折球 中間的Magaiar和Cainé形成1打1 再遠邊的Soy亦都是 和Namey拉1打1 即是熱刺三箭頭可以輕鬆 和曼聯防線形成3打3 而且距離比拉得很開 非常適合發揮速度 熱刺第一個入球就沒甚麼好說了 小學生都不應該犯的防守錯誤 清左右兩邊都不要清中間 大腳清 話不講話不講 又忍不住進攻 Mazia來到左路較後位置拿球 和福仔調位 Soy又cut進來中間 可以見到剛剛在前鋒位的福仔 又慣常主動走向皮球去迎球 又想拿球在外面做1-2 然後又見到剛剛講的進攻配置 3個進攻主力堆在一起 Buno擔任支點 福仔和Mazia同時想Soy傳給其中一個 再跟Buno做1-2衝入禁區 最後Soy直接傳給Buno Mazia跟著走入禁區想接收傳送 與博多12馬國球很相似 但真的太多人 熱刺有5個防守球員在這個範圍 而且熱刺學精了 沒有人迫向Buno 大亞明顯向後退,防止Mazia插入 Buno弧線走位封鎖戴亞向右選擇 Garren活特準備迫列基朗 迫到達亞長傳都算成功 但其實熱刺不介意長傳 因為事關前鋒有Cane Cane撿第二點成功引到Mazia離開中堅位置 其次可以清楚見到熱刺三箭頭散開 令曼聯防線再次被拉闊 Belle這球要明顯顧忌 Suen興文再往邊線移動 然後又是小學雞犯錯 犯規後明顯放鬆 吹雞一刻全部球員都垂下手 只有Suen興文一個在跑 又沒有人阻止快開 那就輸了 然後曼聯防守跟位不跟人 Buno又帶頭迫搶 說迫搶,但Huribu沒有人迫 Garren活特本應負責列基朗 所以Huribu應該由Pobar負責 Pobar失位後一直站在不知想怎樣 傳給Suen興文後 Huribu當然不讓他轉身 但Garren活特逼Huribu後 變了列基朗沒有人理 列基朗去邊路沒有人理 右閘Huribu自然向右移 防止列基朗向前推 由Huribu換成Pobar負責Suen興文 很合理 然後列基朗傳後 雲比Saka又跟回Suen興文 Pobar回中路看Lidon比利 可能看得列斯聯的人釘人多 我不是說跟位防守方法有問題 而是換得太多會產生混亂 而我是不見得曼聯有系統去做這件事 比較像煮到埋來才吃 跟掉了?我去補 補完又到這個掉了?你去補吧 只是看到眼前有人空了叫你去補 那個掉了亦叫你去補 其實大家根本不知誰跟誰 敵人走到旁邊才叫你去跟 沒有一個傑拉跟著去做 所以經常見到這個空那個空 而又沒有人跟 我記得說過如果打雙中場 這兩個中場怎樣站位是很重要的 馬迪和Pobar明顯偏左 Pobar被吸引到失位 導致防線前面失去屏障 Suen興文可以無遮無擋 輕鬆接應後場傳送 所以中堅Biley就需要立即殺出來 防止Suen興文拿球轉身 一個中堅失位 你看Cainé就已經預備好利用Biley身後空位 再傳給後爽列基朗時 亦可見到熱刺三箭頭 從兩邊收入中間 進攻時兩邊交給兩閘負責 亦是Morreno要買列基朗的原因 加強兩閘的助攻力 雲比Saka被列基朗拉走後 Cainé在中間的空位更加大 不得不承認Biley的身體機能很強 這樣都被包到 但我忘記有沒有講過 有時就是Biley這種強體能 他往往可以後發才包一些位置 所以令他的位置感、防守路數、閱讀比賽的能力較差 因為他經常覺得自己一定包到 因為失了位才需要用體能彌補 如果他打得聰明一點可以更上一層樓 但曼聯後防有誰可以叫他看著位置? 又講一點進攻 Mate在中間引球推進 福仔又是慣性走到皮球身邊想拿球 阿球王,其實你應該站在左邊位置支援你的隊友 令隊友有更多選擇,進攻才立體 你站在這裡完全幫不到件事 然後Buno和Mazia都失死了中路 傳不到給他們 但其實是好事 引到熱切所有防守都集中中路 邊路就全空了 所以左閘為何還不壓上來? 現在才見到Soy跑上來 麻煩了,攻勢已經結束了 整件事的timing錯得很離譜 福仔在錯的時間去迎球 而Soy又在錯的時間才壓上來 Buno又是帶頭迫搶 但他迫完後向後看 好失望地攤開雙手 問 為何福仔不跟上來迫? 福仔在等到Huribo拿到球後 轉身後才迫 有何用呢? 然後看看熱切三箭頭 內切中路 但曼聯中場只有兩個 根本cover不完 要右翼格林活特去補位 格林活特較好的地方 起碼被福仔勤力回防 當比利想傳給孫希敏時 但剛好人前球後拿不到 熱切一失控球權 可以見到兩閘立即從高位回防 代表剛剛三箭頭至中時 兩閘一直在進攻位置等待 你再回想剛剛分析曼聯的攻勢 再想一下 Morliano是大過曼聯 但當時曼聯都不常見兩閘有後上 然後Poba又在中場失控球權 之前球員分析都講過Poba很喜歡等一秒 等敵人先移動 再根據其動向去決定控球方向 今次Huribo主動從後迫搶 Poba再反方向扣過 但他沒有留意到身後還有Nameyla 雙中場平排收窄站在中路 但根本cover不到 內切入兩邊HalfSpace熱切左右翼 再看遠一點 所以以顧忌在最遠助攻的奧利亞 又不可以阻止Nameyla 一對中堅更加不用說 Cainé在中間怎敢離開 Morliano對曼聯的弱點瞄如指掌 左閘列基羅後上又吸引到雲比Saka被防守 中間三箭頭又剛好 與曼聯其餘防線球員形成3打3 然後Migaiya當然地被Cainé拉來中堅位置 Nameyla再進一步走入Migaiya圍留空位 Saya亦當然地被拉走 然後最遠的奧利亞完全空 不幸之中的大行是Marsia意識到危機回防 迫到奧利亞用左腳射門 曼聯防線繼續因應熱切的三箭頭收窄 是對的是正確的 一對中場在中間阻止對方中路推進 Good 最邊的奧利亞理應由福仔負責 沒錯 但傳到給奧利亞時 福仔是沒有去追 反而由Saya從左閘位出去對 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閘與中堅之間有空位 跟住點 Niton-Bili很聰明 見到空位起步插入 應該怎樣做? Poba應該跟 而他有見到Niton-Bili移動去追 但速度完全跟不上 我不知道他盡了力沒有 總之最後跟不上 然後以次一次反擊 宣興文又單刀差點進入 從另一個角度看 除了Marsia上前助攻失位外 就是簡尼向另一邊走 成功帶走Baili 令Baili失去作用 要由Marsia去追宣興文 見到也辛苦 之後就到Marsia的紅牌 沒錯 講了那麼多防守漏洞 其實曼聯還打11個 Marsia這下報復一定紅 不管大力還是勢力 Namira王牌? 好難說 單獨看如果Marsia沒有報復 Namira這下亞位算不算空步行為? 直接紅牌? 不知大家又有什麼看法 之後不足1分鐘 Baili自爆 初在太有信心 其實右邊的雲比Saka是更好的選擇 當時是可以輕鬆半轉身 轉到右邊再傳 你要強行傳中間就沒辦法 自從輕玩後場組織之後 都見不少輸這些球 不是講晚聯,是講整個球壇 打少了人後 防守更加著重棋位 因為跟人一定不夠人 看看對中場的棋位 Pouba就明顯寫在位置興出 他應該本來是跟緊Caine 想遮住Caine條線 但這樣防守 其實施數高 全個走位球 Caine已經可以壓前進攻 再加上Soy跟了Namira 內切中路被拉走 Olea在右邊有大量空位 Soy跟了Namira Migaiar去左閘位保位很正常 但請留意Migaiar 他是向後望 望到Caine從後壓上 他指著Caine,要隊友找人去防守Caine 然後Soy見到Migaiar指著Caine 見到他的指示 就放棄了Namira 衝出去防守Caine 這一下其實是源自於Pouba一開始失位 令中場失去了保護 就脫了Caine 才要防守球員去保 當然Soy這一下突然捨棄前處位 衝出去是非常不智 應付傳中來說 真是無理由不理前處位走了去 當然可能他本身打慣招 不記得自己保住中堅位 但中堅Migaiar正正在你前面 就算不計孫興問 Soy是明明跟著Namira 現在兩個都空了 那麼輕易就聽Migaiar的指揮? Buno就心想 沒有了聯隊洛夫都要那麼勞氣 再看另一個角度 中場明顯斷開了 再看奧利亞傳中之前 Migaiar指示隊友負責選擇 當然未必是叫Soy 但請留意 同時間 Deggier都有指著前處位叫Soy不要走去 Deggier一直指著大叫 Soy越叫越走 Deggier又指著變攤大手板 他看的方向正正看著Namira和Soy在前處空走進來 他當時多麼絕望 失球後Deggier攤開雙手 看著Migaiar和Soy他們兩個 這三個人互望的眼神已經勝過千言萬語 這些錯誤是無關打笑一人的事 是根本性的問題 打笑一人落後1比4 可以怎樣? 曼聯選擇進取,反正都輸了 Buno繼續帶領迫搶 福仔今次有跟著迫 但角度太直 Neggier很容易向左邊傳 然後Matic壓前迫搶 慢著,Matic? 沒錯,一對中場又斷開失位 Cane在Matic身後輕鬆接應 Matic根本追不回 然後Namira又拉走Soy 前面打笑一個下 布利亞在右邊又是空了 下半場Socicacar一口氣換入Mathomene和Feed 很多球員問落後下還換兩個中場進來做甚麼? 今次我是幫Socicacar的 我猜他是見到中場的問題 換兩個有護力的打回中間雙中場 這球員給Socicacar和Bairley同時被Socicacar和Neggier拉走時 Mathomene起碼很快走到防線空位補回位 然後見到Bairley回來又很快出回去和Feed組回中場線 不過熱切兩翼內切HalfSpace 雙中場仍然Cover不到 但不要緊,Feed也很快衝過去給壓力 Mathomene也有跟著Nedon Mathomene認為一組不斷跟著球遮住防線前面的空位 有中場保護下 Socicacar即使從前鋒位走出來 本身防守Socicacar的Bairley 見Mathomene在這裡就沒有跟出去 反回中堅位置 再過1秒 Morai在中間高舉雙手 提示隊友他在中間和Mathomene一打一 你想像一下如果Bairley跟了Socicacar出去 中間會怎樣? Morai在中間就真的空了 雙中場一直緊密聯繫 站在防線前保護中線 不輕易飆球以企圍為線 學胡師傅所說,我就是要這些 最後Cancar只能勉強起腳 Feed在中場殺出去阻止Socicacar轉身 Socicacar被迫下先回傳再向邊走 Feed見Socicacar走開 他沒有選擇去跟 而是指示隊友找人去跟Socicacar 而他自己反回中間位置 明顯見到Feed的首要目標是保護中路 很快他和Mathomene又形成雙中場保護 一定要遮住內切中路的熱切三箭頭 有中場在前面保護下 即使Cancar回後拿球 都不需要動用到中堅殺出來 雙中場都沒有殺出去 繼續站位 防線和中場線站位都非常完整 和上半場很大對比 不要忘記,這個時候反而打少了人 Feed最後還成功搶到皮球 雙中場跟著皮球左右移動遮線 Morai走HalfSpace Feed都是有一起跟著 最後Morai回後Feed飛鏟搶回控球拳 會不會太瘋? 與Pouba比會不會差太遠? 繼續Cancar在中間回後拿球 中堅沒有再死氣位置出來阻止 要兩名中場跑回來保位就OK 最後Baire成功截到皮球 總結就是和以前講的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改變 Mate在中間速度慢 拍上Pouba打雙中場 曼上加慢,防守完全是零貢獻 再對比下半場Mathamane Parvait 就更顯出上半場的慢 是怎樣失位失到傻了 我不知道Cancar在半場怎樣落order調教戰術 下半場明顯看得出 除了雙中場站位外 防線亦很明顯沒有那麼容易輕出 都是以防線完整為主 曼聯原來不是做不到 而且看國際賽法國打4-3-3 Pouba打左中場 後面有Cancar在外面有拉比奧特 Pouba的表現真的不是差 他做到左右長傳、控制節奏的事 做到他的工作 但再看葡萄牙打4-2-3-1 Buno打回進攻中場 身後有Cavaro丹尼路為他遮風擋雨 他可以放心上前進攻 Buno又是較適合4-2-3-1 而Pouba是較適合4-3-3 是不是代表一山不能藏二虎呢? 現在很明顯曼聯配合Buno而打4-2-3-1 就犧牲了Pouba打他不適合的雙中場之一 所以都是回歸最原始的問題 Pouba去定流呢? 你要解決他們兩個同場的問題 戰術又應該怎樣擺呢? 大家可以再看線上談兵的第一集 至於熱刺長時間打多一人 暫時都沒有特別事想講 唯一想講就是Morningo 這場的戰術在曼聯都曾經用過 選擇來就是Lokaku 左右翼內切,兩集後上 Hernibo就是Mate等等 絕對不是甚麼新戰術 但為何當年曼聯用好像不是這回事呢? 呃…這個問題很值得反思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